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 余航 女25岁 韩南人 郑州黄河护理学院 高级护理专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余航 毕业于郑州黄河护理学院 毕业以后在北京从事 功能医学和医疗整形的行业 然后因为平常喜欢唱歌和写歌 然后今天想找一份 关于唱歌传媒的工作 关于唱歌传媒的工作 咱这儿可没唱歌的工作 来 这个你为什么离职原因 一个都没写啊 离职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我在我阿姨那上班 然后后来就因为想回河南了 然后就辞职了 你三段辞职你都是做护士 做护士不是在一个地方坐着坐着 会有感情的吗 我有感情 但是我比较喜欢唱歌这些 然后就是 你给病人扎吱的时候不唱歌吧 那不行 那不唱 你给我们说说 你在护士工作当中的一些事呗 就扎吱的时候 然后自己就是 就 哎呀 我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我们先唱首歌好吧 就放松一下 可以吗 好 抖音里面目前最流行的神曲 你能唱的 有吗 包括去年的都可以 《沙漠骆驼》啊 《枝短情长》啊 《生鼻子》啊 包括《游乐夏来》 你就选一个 最拖然还给他提醒 他是要显摆自己知道 唱《枝短情长》吧 来吧 我们要不要请杜梓坚老师一起唱啊 杜梓坚老师不是说 他很熟吗 是的 对啊 短视频 一定要 对不对 杜老师 有请杜老师 他就这样 来来 你唱你的 《枝短情长》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夜里 你选择遗忘的 是我最不舍的 《枝短情长》啊 我速不出当时点少 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 怎么会爱上了他 并决定跟他回家 放弃了我的所有 我的一切无所谓 你只断情长啊 我速不出当时点少 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挺好的啊 好听耶 好听 现在放松了一点没有 放松了 再唱个《音飞草长》好不好 咱来唱《创烧》 来吧来吧 他的声音很有魅力 这小姑娘很厉害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呀 就从小我就喜欢唱歌 那为什么学了护士专业呀 因为我妈他们是学医的 在哪里学医呀 在我们家里边 村里边 是赤脚医生 对对 是的 你喜欢护士这个职业吗 我还可以 之前不太喜欢 现在有一点喜欢 为什么之前不喜欢 现在有点喜欢呢 就感觉我自己是做整形的 但是感觉他们 像做那些正规的那种的话 就感觉挺神圣的 他们的那些职业 真的是会 让自己能够奉献出 自己生命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他性格 做护士挺好的 快快乐乐 就没小护的那种类型 是吧 你真的不做了是吧 已经辞职了 暂时还没有辞职 你在哪家医院现在 在美清医疗 多少钱一个月 一个月八千左右 这个电视一播 他们可就知道了 什么 那他们播还是不播呀 他们还挺支持我的 你们医院挺支持你走的 挺高兴的 不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早点辞了吧 是吗 今天面试的是 唱歌与传媒类 坦率的来说 唱歌咱这儿没有 有主播专业 对吧 那传媒类指的是 什么岗位呀 就是短视频直播 然后唱歌 然后演员啥的 我问你啊 你这个改行 你爸妈知道吗 他 我没跟他说 他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 就播了 他们也会知道的 他们会闹停 他们会闹停 那怎么办 我就想着他 就慢慢接受吧 万一没饭吃怎么办 姑娘 没饭吃啊 万一吃上饭怎么办 那我就去住畅 住畅如果也没人要呢 怎么办 还当护士吧 你有男朋友吗 男朋友 有 但是家里边不知道 有 家里人不知道 他干嘛的呀 他是做手机的 做手机的 他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钱 他一个月是一万多吧 开始是这样做 现在是这样做 然后这样做 真的要改行啊 你男朋友支不支持 他 他支持 我也不知道 他支持吧 今天如果杜子健 把你招过去了 你可是要去上海的 就是北京的话 我现在是 你就回不来北京了 至少短期内 回不来北京 要在上海 一个月顶多只能回来一次 在那里要正式的 进入工作状态 而不是一个自由的 职业状态 要多少钱薪资 我写的有点高 八千到九千 你写的是八千 你不现在也是八千吗 对吧 姑娘挺 挺挺笨 感觉她来参加的是 金金化大冒险 对不对 天黑挺闭 自从说那男朋友的事情 以后就一直在搓手 搓手小歌手 是吗 一定要区分 艺术青年和艺术家 是有区别的 艺术青年呢 就是平常哼个小曲唱个歌 就挺开心 但艺术家 或者是艺术工作者 要靠此为生 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自由 就是我觉得 人生都有一堵南墙要去撞 所以 这堵南墙你要去撞 但是一旦撞不成功 你的后路你要想清楚 你理解的传媒哈 因为你要转型嘛 要转行嘛 从做了多年的 这个医护工作者 到职场里面来 除了唱歌 别的转实力 我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吧 且行且看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五盏灯